歡迎打開羅比頻道 今天的主角是 由John Krasinski 自編自導自演 和他現實生活中的老婆 演過明日邊界怒火邊界的 Emily Bront 還有演過奇光下的秘密的 奇蹟男孩的Noah Drupay 這部電影真的很了不起 不得不說我很愛這部電影 雖然過程中我還是嚇得要死 可能有些朋友會知道 我是一個很不看恐怖片的人 所以我可能沒有辦法 拿其他的恐怖片來跟 境界比較他的可怕程度 境界事實上是一個 劇情紮實的一個 驚悚恐怖片 我必須說我沒有看過一個劇情內容 情節鋪盤這麼精彩的恐怖片 從開場到結尾都安排得很漂亮 可能有吧但我可能沒有看過 如果你們覺得有類似這樣的電影的話 你們可以在下面留言推薦給我 這是一個末日的生存故事 敘述一家人在美國的一個農莊裡面 躲避不知道是什麼外星人 或者是變種怪物的襲擊 其實我覺得那個怪物 他很像怪奇物語第一季裡面的那個 Demagogan 然後能力像是最後生存者裡面的尋聲者 只要發出聲音就會被攻擊的 這個設定他沒有很創新 但是執行得非常成功 雖然我們沒有看到很多場景 但是那個世界觀的建立是還蠻完整的 我們完全可以看得出來 主角是怎麼在近身的環境底下生活著 保護著自己還有家人 片中沒有去解釋他是怎麼來的 一開頭就已經進入這個危機發生後的世界裡 我覺得這個是好的然後是成功的 他讓我們保持在一個未知的環境裡面 這部驚悚的恐怖電影 成功的地方絕對不只是他有多可怕 怪物有多嚇人多變態 境界它不是那種類型的恐怖片 而是我覺得蠻難得的 把重心放在這一家人的身上 大量的篇幅放在這一家人身上 描繪他們一家五口之間的感情 怪物看起來可以說 就只是一個籠罩在外面的威脅而已 如果你是要看怪物怎麼大殺四方的人的話 你可能會有點失望 角色塑造上面的成功讓我們在看的時候 沒有辦法接受失去這一家人之中任何一個角色 雖然說這是一部沒有什麼台詞 也不能發出什麼聲音的電影 但過程中你是不會感到過於安靜然後無聊的 還是有很多的環境音還有少許的音效配樂 恐怖的氛圍是一直都存在的 我覺得整部電影放鬆和緊張的節奏感是掌握的蠻好的 境界的好看絕對是在劇本上面有很大的功勞 從不能發出聲音這個設定去探索 聲音在人類情感之間交流的重要性 所以在這部電影中幾個角色的大喊 都表達出強大的戲劇張力 聲音是我們表達情感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所以用某個觀點來看 在這部電影當中它有一個 你過於表達情感然後就會喪命的一個設定在 這個在外面的可怕怪獸 剝奪了人類表達情感的自由 從這點延續下來 比較讓我意外的是 整部片籠罩在一個悲傷的情緒當中 在這個大前提之下 整個電影變得非常的不一樣 人物不只是要生存下來 更有每一個人不同的動作、行為 去適應悲劇發生之後存活下來的自己 甚至可以說面對悲傷 如何去處理悲傷的情緒 才是這部電影隱藏的真正的主題 爸爸是這部片中 變身一個強大的守護者形象 媽媽全力要產下新的生命 大女兒的憤怒還有怨氣 小兒子的恐懼還有成長 都是他們在面對悲傷時所做的反應 所以有很多人不能理解 為什麼他們會在怪物出現之後 還要懷孕生子這件事情 是有原因的 而且是這部電影的重點所在 導演John Krasinski 我覺得在氣氛還有節奏調度上面 都做得非常好 鏡頭畫面上面也有不錯的選擇 而他的表演我覺得也算是很不錯 Emily Brown 則在這部電影中演得超級超級超級好的 因為沒有什麼台詞 所以他們每一個人 完全要用臉部表情來詮釋角色 他在這方面做的比我想像中好太多了 我完全能夠感受他真的在那個世界的驚恐 還有害怕擔心 小兒子Noah Juppé 是又可愛又會演戲 非常有天分的一個演員 飾演大女兒的 Medicine Simmons 只是跟片中角色一樣 是一個聽障的演員 兩個小演員都很棒 你會感覺到他們一家人的感情 是真實存在的感覺 進階是一部氣氛營造非常成功的恐怖片 以我有限的經驗當中 進階真的是非常刺激好看 恐怖片裡面我最討厭的那種 刻意嚇人的橋段 雖然有但我覺得都還算合理 我想在看完這部電影之後 你會感到很爽快的 片長沒有很長 我覺得剛剛好 結束在很漂亮的地方 會有意猶未盡的力道 如果你想要一部血腥虐殺很暴力的恐怖片的話 那進階它不會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相反的來說 如果你想要一部緊張刺激 危機感很足夠的驚悚恐怖片的話 這部會很適合你 這部電影我給的評價是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內容 請幫我按讚還有把它分享出去 還有找找一支訂閱鈕 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想要在第一時間之內 知道我上傳影片的消息 別忘了在訂閱之後 再按下那個小鈴鐺 如果你有任何意見或想法 歡迎在下面留言讓我知道 這是羅比頻道 祝你有個美好的一天 我們下次影片見了 掰掰